第240集 英宗 赵蜀 宋英宗档案 生族年1032-1067年 父母 父亲是赵允阳 母亲 仁氏 后妃 高皇后等 年号 至平 在位时间是1063-1067年 世号 宣孝皇帝 妙号 英宗 灵浅 河南永后陵 性格 老称持重 恪守孝道 宋英宗名叫赵蜀 是宋太宗赵光义的曾孙 仁宗赵真的堂职 宋王朝的第五位皇帝 他以宗世子的身份继承大统 不过 在位仅几年就病逝了 没有做出什么政绩 英宗生于明道元年1032年 元明宗时 后改名为蜀 他的祖父商王赵元分 是宋太宗之子 宋真宗之帝 他的父亲为蒲安义王赵允阳 母亲是先游献军人士 由于宋仁宗慌于酒色 身体虚弱 一直没有子嗣 担心绝嗣 就打算选宗世子养在宫中 又被无患 蒲安义王的儿子很多 仁宗就挑选了他的第十三个儿子赵鼠 接入宫中抚养 赵鼠入宫时年仅四岁 他活泼伶俐 恨得仁宗的喜爱 后宫的曹皇后和苗美人等也都尽心抚养他 不过 皇宫生活虽然忧郁 但年幼的赵鼠还是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 时常吵着要回家 后来 仁宗有了儿子 就把八岁的赵鼠送回家 不料几个皇子都夭折了 赵鼠就又得到了仁宗的宠爱 他不仅升官晋绝 还经常得到各种赏赐 家幼四年 1059年11月 赵鼠的生父赵允耀病逝 仁宗还亲临祭典 并霸朝五日 以示恩宠 家幼七年 1062年 在司马光等人的建议下 仁宗策立赵鼠为太子 第二年三月 仁宗病逝 赵鼠继位 即宋英宗 次年改元至平 英宗是个孝子 他幼时入宫 就不愿与亲生父母分离 后来 重新与家人团聚 共享天伦 他很满足 就不愿意做皇帝 不过最后还是被仁宗推上了皇位 英宗自幼身体就差 他即位后 因为紧张 忧郁过度 竟然病得昏迷不醒 仁宗的皇后曹氏已经被尊为皇太后 她就垂帘听证 暂时管理国事 英宗患病后性情大变 息怒无常 经常斥责侍奉的工人 宦官人手中等人就心怀不满 挑拨太后与英宗的关系 想趁机为自己牟利 这样曹太后与英宗的关系一度变得十分紧张 好在大臣司马光 韩启等人从中调解 二人关系才有所好转 1064年正月 曹太后还政于英宗 宦官人手中被处放齐州 今湖北齐春 皇帝和太后才真正的兵士前嫌了 英宗亲政后不久 朝廷又出现了立仪之争 这主要是如何遵英宗的亲生父母 英宗以仁宗养子的身份继位 暗制只能尊人宗为皇考 称生父 蒲王为皇伯 不过 大臣韩启等人投合英宗的心意 几次提出尊礼英宗的亲生父母 英宗并没有同意 他只称蒲王及夫人为亲 以蒲王与夫人的坟营为缘 集缘立庙以祭祀 立庙祭祀实际上就是尊崇蒲王 可见 英宗不受尊号 只是表面上的谦让 这就遭到了曹太后及许多大臣的反对 而英宗在这件事上态度十分强硬 为了支持尊蒲王的韩启 欧阳修等人 他连台剑官都罢免了 韩启 欧阳修等人感恩图报 也尽职尽责地辅佐英宗 礼仪之争结束后 英宗也病愈了 他就打算尽心执政 要做出一番政绩来 不料 此时西夏却加紧了对宋朝的侵略 英宗不得不先攘外在之内 英宗起初想求和 他派遣使者结问西夏 却没有丝毫作用 后来 他就采纳韩启的建议 招募义勇军十五万戍边 并任欧阳修推荐的前环庆路将领高勉为何忠府之府 负责防御西夏 之后 英宗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 不料 至平三年 1066年9月 夏义宗立亮座 率军亲征 大规模入侵宋境 西夏军劫掠大顺城经甘肃滑持东北 柔远寨经甘肃滑持各地 给当地的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 外患未除内忧又起 人宗时期冗官击毙已深 英宗想改变这种局面 却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 随着宋与西夏战事的发展 宋朝的冗官冗兵问题日益严重 各项费用激增 国家财政迄今崩溃 英宗忧心如焚 又无力挽狂澜 他很快就再次病倒了 从此病逝日渐沉重 至平四年 1067年正月 英宗病逝 中年36岁 他临终前仓促立下长子 赵须为皇太子 这就是后来的宋神宗 英宗死后 葬于河南永后陵 世号宣孝皇帝 妙号英宗 他在位仅四年就病逝了 他的一腔报复 也只能由儿子去完成了